为什么很多人炒的空心菜不是发黄就是发黑 原来是方法不对 今天我来详细分享 专业技术专业培训 大家好 今天分享炒空心菜不发黑的技巧 首先我们选用这种白梗的空心菜 这种菜比较好吃 但是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发黄发黑 洗干净以后去掉头尾老的部分 往上面加入半勺盐 后面就不会搞得手忙脚乱的 然后我们来切一点僵尸 它能去除空心菜的寡色味 放碗中备用 碗里面也准备一点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往里面加入三块腐乳 今天做的是广东风味 很多人没有吃过 我觉得你可以把视频看完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腐乳汁也倒进去 然后加入一点花雕酒 它能起到杀青的作用 往里面加入一点鸡精 再来一点味精 再加入一点点白糖 综合鲜味 然后我们用一个勺子 跟它有筹一样的给它捣散捣碎 碾压的越碎越好 再加入一点切好的青红辣椒丝 它能起到增加色彩的作用 好 我们开始表演 整个过程我们有加快镜和浴镜的效果 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 首先我们烧开一勺水 大约半斤 盛出备用 接下来这个细节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锅烧到很热 然后加入大半勺油 炒这个空心菜是有秘诀的 记住这三点 锅要够猛 油要够狠 水要够滚 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 闭着眼睛随便炒都不会发黄 也不会发黑 重点来了 把油烧到很热的时候 关火 左手拿菜 右手拿水 同时下锅 这个细节大家千万不要打眼 一定要认真观看 然后用左边膝盖把火力调到最大 开始一番猛如火的操作 翻炒 这个过程在十秒钟就好 这个方法就是让高温的油和高温的水 交融在一起 经过高温的物理条件反应 它就会瞬间的碰撞出一种油水混合物 而这种微小的油水混合物颗粒 就会被吸附在青菜的表面 让这个叶绿素瞬间被锁定在这里 杀青完毕以后呢 快速洗锅 嗆锅 加入一点色拉油加猪油 下入准备好的腐乳 浇丝 姜丝 下入杀青锅的空心菜 接下来我们要开最大火翻炒 十秒左右 使铁锅不断的加热 然而青菜上的微小混合物颗粒 通过铁锅不断的蒙炒 它们会相互碰撞出一种化学反应 而这种化学反应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锅器来的 所以用焯水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空心菜啊 无论你放多久也不会发黄 不会发黑的啊 永远保持翠绿爽口 如果你学会了 赶紧转发给身边的厨师 或者餐饮朋友们 他们会感激你一辈子 感谢观看